市長好啊 今天我來邀請兩位最新的小餐 主要是想問一下這個問題 市長請跟我談一下 您覺得整個判斷的木窩市場 它的整個發展的機遇點和一個危機點在那個地方 你們為什麼想要做燕窩這款產品 因為當我退休的時候 我發現到這個燕窩是幾百年的歷史 還是一種很特別的 可以從五歲到九十五歲就可以吃了 就叫做大小公車 然後我覺得這個燕窩很需要 有一個深入的科技來研究 把這個燕窩做得最好 目前世界還沒有這樣的 有一個人真正把燕窩以科技來研究更好的品種 所以我們就開始投入一個深入科技 來研究把這個燕窩 因為這個燕窩很奇怪 每一個燕窩不同的燕窩 不同的生產出來的都有它們的好更換 然後你要知道這個燕窩是一種很天然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 找成生物科技來研究 我們就盡量的在這一方面 好像比如說一些技術方面 我們就用 平常它們都是用了那個 塑膠的膜 我就用了不修缸的膜 平常它們都有用那個叫做漂白 我們就用銷素 平常它們在生產方面的話的過程 就是要經過冷卻跟風的車 不要有 就不會 假如有這個不修缸的話 就不會產生燕窩 就有了一種變化 那麼銷素呢 銷素可以把燕窩穩定下來 所有細菌跟什麼都 把它殺掉 就是肯定說這個燕窩是天然的 很難的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 我就 就像我們的新加坡的報紙報告 我把那個 第一代的傳到第二代過程 那我孩子本身是一個 軟結構工程師 他就從 他讀到MASTER了 所以我就把它 先把它叫成商業 好明白了 新吃農講了以後 大概知道了 你們是希望把一個好東西 把燕窩來 化解產品的那個 競爭的那個技術 都已經進出來了 各位 你們現在幾次會輸的 再跟我們談一下 你們產品 跟其他的 每個經濟們 都是在兩個地方 或是其中的銷售 可以來賣一下嗎 因為幾次呢 當我們在做我們產品的時候 以我們的技術呢 我們已經擴長到 我們把我們的燕窩 除了乾燕窩以外 到即時燕窩 到即時飲料 到外送 我覺得這個環節非常的重要 因為現在 我們不只當然 只賣乾窩了 就是因為我們的技術呢 可以做到各種 華式 各種各樣的一種 各樣的燕窩品 就是不同的產品 就是包括 我們也即時燕窩 可以達到五十種口味 然後 基本上呢 我們也做了燕窩咖啡 這個是個非常新典製啦 就是說 最主要是針對不同層次的人 就是說 還有富有的 比較中收入的 還是比較低收入的 都可以享受到燕窩 所以 就是一個團體的 一個整體的 一個產品的一個層次 這也引導的 我們也不斷的 就是說 在我們工廠的原發 我們也就是 繼續把這個科技 弄得百分百 就是毫無防御劑 穩定劑 包括這些 所謂的 不進化的那種 所謂的爆牌啊 這些我們都 跟它去除掉 因為我覺得說 今天是做出的 好的產品 會不會是一個 必然要有的過程 尤其是這麼安分的東西 沒有靠狀的方便 明白了 大概的話 這塊產品是會更好的 那最後的話 想想要是一個 各位觀眾看一下 你們的整個 企業的一個發展 一個進展的情況 該做一下 就是我們希望呢 今天在這國內呢 我們是想 我們今年的目標 到明年之行 主要是我們展開的 大概一個 33間的一個 連存店 主要是連存店 它發生不同的層次 有會所啊 有電重店 有裝備啊 還有包括基本上的 那種 所謂的展示品 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我們這產品類 產品的種類已經 已經 也是在步道能夠擴大 包括小孩子的夜幕系列 我們都有 到中年到老年 所以實際上 有很多的層次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展示 可以讓更多人去享用 所以 當我們在招商的時候 那個代理商 可以用不同的層次 也可以把那個產品到市場上 所以他們就不會覺得 說 等待一個所謂 一個壓力 就是說 就是說 今天只賣一個條款 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他們就 這個市場他們就可以 全全的包圍 包圍在裡面 好 因為這個時間有限 咱們今天簡短的放開 整理到此為止 感謝兩位製作 謝謝